欢迎回来两岸大视野 日前在台北有一场两岸四地设计交流大赏 会中结合了日本 香港 中国以及台湾 等多位知名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共同交流 同时借由净土比赛 让更多在这个产业有梦想的年轻人 议员幸福空间的创意主张 集结了日本 香港 中国大陆 以及台湾等多位知名设计师 和建筑师的幸福空间 两岸四地名人座谈高峰会 就时下最新的绿建筑和环境共生 等设计趋势进行精彩的大师对谈 其实我们希望用最小的空间 能达到最大的效益 不需要该一般的房子 同时就表示你减少了非常多的蛋白棒 环境共生宅 数位安全宅 是时下建筑设计的新潮流 在日本这个重视住宅开发的国家 环境共生宅是决定高品质住宅的第一要件 日本建筑师梅林克 除了分享作品和经验 也期许台湾一起加入 这个生活设计的新主张 在寸土寸金的台湾 在寸土寸金的台湾 设计与规划要如何与自然文化相结合 设计师何中宪特别以地小人熟的香港为例 提供建议 在香港来说 在这么好像我们自己拥有狭窄的空间 开始会去看室外的空间 就是说不是就共同拥有的空间 所以你发现大家开始争取的 不单单只是自己私有的 对外在的就是旧建筑 开始有一个新的声音 我们可以利用自然的一些概念 同时我们可以加一点新的创意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 在这场名人座谈的高峰会里 从外在的建筑设计到居家室内设计 大师们的环境共生理念完全没有藏私 不少学生和业内人士 更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请做笔记 透过幸福工艇这样的一个产品 作品的一个发表 那把它我们放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 那大家互相来做一个检讨和一个交流 我想这个就有助于我们在同业的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做一个作品的一个交流 给洋同学最热烈的掌声 除了讲座之外呢 还有支票 一万元整 除了名师座谈 主办单位更举办净土比赛 透过设计大赏 让大师们亲自指导互动交流 设计度其实很长 然后我刚进来 然后座谈会真的一开始 就是会让我们吸收很多 但是吸收之后 可能每个人转化成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之后是会在设计预约中的不一样的发展 一个优秀的室内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养成不易 往往需要透过交流与观摩 才能激发更多的创意 借由每年一次的两岸四地设计交流大赏 不仅得到激荡火花 更达到提示后背 创造一个设计梦想的原地 东森新闻 吴文胜 郭庆卫 请不吝点赞 郭庆卫